好 继续咱们的课程啊 咱们昨天呢 讲了这个MPS和传统IP转发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区别 对吧 然后呢 要开始来讲这个MPS的基本框架的 其实讲MPS基本框架 说白了就是LDP TDP那个协议的基本 对吧 他首先呢给什么 建邻居 然后呢 建了邻居以后干什么 向邻居发送本路器所分配的标签 对不对 然后呢 各个邻居收来标签 放入自己的数据库 那叫LIB 标签信息库 对吧 然后再在标签信息库中间 最优的标签 放入第三个表 LFIB 对吧 就这样的 就跟YCF其实很类似 对吧 各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整个一个操作流程 先建邻居 再放入数据库 再计算 这个是很相似的 对吧 好 昨天呢 我们是把建邻居给讲完了 那建邻居讲完了 那建邻居讲完以后呢 首先下面一个问题 标签分配 怎么看 那今天呢 由于我们把这个机器呢 重新 重新登录了一遍 那配置都没有了 配置都没有以后 我们得重新来配置来 重新来配置 那配置一个标准的MPS 分为几个步骤 你要你要做MPS实验 最基本的要几个步骤 两个步骤 那两个步骤 第一个运行 路由协议 什么协议都行 就是它控制平面 两个两个东西嘛 控制平面 第一个运行路由协议 对吧 第二个呢 是运行什么 标签不发协议 就做这两件事就OK 对吧 好 那我们还是昨天那个图 还是昨天那个图 还是昨天那个图 重新画一下吧 这是26 25 21 22 23 84 对吧 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是中间的MPS域 啊 中间的MPS域 啊 然后的话呢 呃 先配 第一步先配个RIP 然后呢 再 结果它没得起MPS 对吧 啊 起LDT 好 嗯 先把这个RIP给切起来 s1-0 10.1.2.1 s2-0口 10.1.15.1 Rout Rift Rout Reap VC2-0 1.0 10.0 你今天那个 IOS不支持MPs啊 哦 那是像那个啊 啊 不是啊 啊 23.2 什么 26 26啊 26也有知识 可能有VD 像那个Gay的解决 你们做实验呢 我会发 两个那个给你们 呃 23.3 两个ROS给你们 一个是老的ROS 一个是新的ROS 老的ROS和新的ROS都可以测试 啊 另外一个呢 我们 做SP实验的时候呢 你要用到ROS等会我给你讲一下 是用大写的S的这种ROS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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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1-0 4.005 6.6 6.0 10.0 CleanIPU的新 123.4.5.6 都应该有 先插一个6 13.5.6都有 对吧 R4 13.5.6都有 ok 对了 我们用这个做实验的时候 啊 你们要用的那个ROS 用什么ROS 用那个 后面带大写S的 后面要带大写S的 啊 后面要带大写S的 如果那个ROS呢 后面是带T的 或者带M的 这种ROS 都是企业级的ROS 运营商级的ROS 都是带大写S的 啊 大写S 那我们有些所有的很多的新feature 所有呢 都是在大写S的这么一个ROS里面有 你带T的带M的 单位再高都没有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feature 叫做 有选择性的标签分配 有选择性标签分配 那 你在15.0 15.1 15.2的 这种带T的 或者带M的这种ROS里面 都没有 只有S的那个ROS里面有 所以说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尽量去找带S的 啊 那你要做那个安全实验 做那个实验的话 那你可以去用带T的 这个问题不大 啊 这个问题不大 运营商级的 嗯 还是用带T的S 对 好 下面一个 我们看看啊 运行LDP了 LDP的话呢 在哪个口 这个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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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 对不对 那我们说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新的ROS 新的ROS呢 在配的时候 直接配MPS IP 你收MPS LDP 就是Interface的时候 您看到是LDP吧 MORE就是LDP 对吧 另外的话呢 我们一般会敲一个什么 MPS LDP ROTARD LBK0 FORCE 会把你的ROTARD改成什么 LBK0 对吧 并且呢加一个什么 FORCE参数 FORCE参数一定要加啊 养成习惯 养成习惯 只要发现没有 就肯定是被改过 养成这样的习惯 好 CFO MPS LDP ROTARD LBK0 FORCE 接口上MPS IP 一旦配完以后 邻居关系就建起来了 对吧 SHOW MPS LDP Neighbor 建起来了吧 对不对 建起来了 建起来以后 我们说 邻居关系建立完成之后 就应该向邻居发送本路由器分配的标签 对吧 那你从邻居里面收来的标签呢 放入自己的什么标 放入自己的LIB 对吧 那LIB里面存放的是什么信息 存放的是本地分配的标签 还有我从邻居学来的标签 对不对 啊 本地分标签 邻居学来标签都在这里面 那怎么售呢 怎么售一下啊 SOW MPS LDP 对吧 昨天没有对不对 哎 今天有了 哎 为什么昨天我接完邻居没有 今天就有呢 区别是什么 对 刚才我多打一个命令 我要不打这个命令呢 你能不能看出来 我刚才阿妩有没有打 阿妩没调吧 对 SOWMPS LDP Bunding 你看也有 哎 区别就是什么 就是 CF 啊 区别就是CF 在司科的设备里面就是CF啊 商场上没有CF这一说 啊没有CF这一说 但是有转发表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老的RYS默认情况它的 这个转发方式是什么 是快速转发的 新的RYS默认的转发方式是什么 是CF 讲过了对不对 是CF OK 那 就是个问题了 呃 那现在是为哪张表里面的路由分标签呢 实际上呢 MPS应该是为FIB表中间的每一条路由单独分配一个标签 记一下啊 MPS呢实际上是为什么FIB中每一条路由单独分配一个标签 是为FIB中每一条路由单独分配一个标签 啊单独分配标签 那为什么不是为路由表中间每条路由分配标签 而为而是为那个FIB表中间每条路由分配一个标签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是为FIB表 为什么不是为路由表 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实际上我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就问你路由表和FIB表到底有什么区别 什么区别 路由表和FIB表有什么区别 对 对 因为FIB表里面 它是地规插上以后真实的下一条 而你路由表中间那个下一条 是不是真实的 不一定 它有可能还要经过再次的地规 再次的地规 最后才能地规找到那个最真实的那个下一条 能听懂我意思吧 所以说呢 我是为真实的信息分配标签的 对吧 为真实信息分配标签的 ok 那每条路由分配个标签 这条命令可以搜 除了这条命令以外 还有另外一条命令也可以搜 另外一条命令也可以搜 搜 MPRS IP 在说MPRS IP 之前我们先看看 LDB 本地的分配标签 叫做 local 邻居分配标签 叫做 remote 我的哪个邻居分配标签 我的邻居 1.1分配标签 叫做 LSR 标签交换路由器 lab switch router 或者我们还会讲 分配标签 分配标签是这个 分配标签是这个 这没问题吧 这没问题的哈 啊 ok IP bunding 是另外一种搜的方式 另外一种搜的方式 你来看看 这个你能不能看懂 他呢叫in-level 和out-level 那in-level和out-level 哪个是自己分配的 哪个是别人分配的 out-level out-level 是自己分配的 对吧 in-level是什么 别人分配的 是吧 好 答案呢 是错的 in-level呢是自己分配的 out-level呢是别人分配的 啊 嗯 在mps里面 在mps里面 不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将来我们讲的mpsvp 讲的mps流量工程 等等等等 主要是跟mps相关的内容 就是在思科的设备上面 它的in代表的是什么 in和out代表的是数据包走向 in和out代表的是数据包走向 那in-level呢代表是数据包进来的时候 要用这个标签 out-level呢代表数据包出去的时候 应该用这个标签 那这时候到底是in-level是自己标签 还有out-level是自己标签呢 我们举个例子 对吧 举个例子 应该出去的时候用别人的标签 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我现在 我知道赵卓要过生日了 现在我要送给赵卓一个礼物 但是身上又没钱 随手呢在路边捡起一块砖 这家伙 理清人一众 对不对 送你一个礼物 对吧 但是的话呢你说 我到生日业会上面 直接拿赵卓 我说给你一块砖 这是我送你礼物 这样好吧 肯定不好 我肯定是要包装一下 对不对 包装一下 在外面糊一下 包装一下 好包装一下以后呢 我要送给赵卓了 要送给赵卓了以后 怎么送 呃我们不允许写名字 只允许写编号 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mps的这个 这个标签 只允许写编号 写编号的时候 我打开我自己的通信录 我说 这个 一念语 十 然后 外列20 赵卓30 好 那我就在这个 就在我们那个 包好的包装上面写好 2 30 就是给这个30 对不对 好 因为我又 我跟赵卓中间还是有人的 对吧 我又不是直连 那怎么办呢 送给 飞飞 啊 飞飞拿了 飞飞拿了以后 他说 送给30 30是谁啊 他打开自己的通信录一看 30是谁 30是谁 30是 孟海域 这时候你就把这个包裹给他了 那这个对吧 那肯定不对 能听懂意思吗 不对 那实际上呢 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在送给你包裹的时候 应该用谁的标准 是不是应该用你的标准 你才能看懂 我如果用我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通信录在写的时候 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我如果用我的标准发给你以后 你就混乱了 所以说呢 在发送之前 我的吓一跳 逻辑器 或者说其他逻辑器 你需要把你的通信录告诉我 现在呢我要发给赵卓的时候 我知道 我先要给飞飞 那我现在用飞飞的那个通信录 给赵卓的编号 给赵卓的编号 给赵卓的编号呢是100 我在上面写100 给了飞飞 给了飞飞以后 飞飞就知道了 他打开自己通信录一看 100是赵卓 那我要发给赵卓 听懂我意思吗 然后的话你把这个是100 直接给李时义 行吗 不行 那你把你的这个100 直接给李时义 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 你看自己的通信录 100是谁 100是谁 对 100是谁还是好 是另外一个人 所以说呢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必须 你要把这个上面的标签给撕掉 把100给撕掉 换成李时义里面的通信录 他那边的通信录应该是什么 他那边的通信录 比如说赵卓是200 那就说把100给撕掉 也不能换成200送给李时义 李时义看200 在我这边通信录是多少赵卓 赵卓正好自连 我给赵卓 这能听懂意思吧 就是说我在发包的时候 我的数据包在出向的时候呢 应该使用我自己本地分布标签 还是别人分布标签 你是不是应该用别人分布标签 对不对 我用下下一个标签 这样的话呢 他在查的时候 才能正确查到数据包 应该发给谁 对不对 如果说呢 我用我自己标签 他可能就发给另外一个人了 发给我 嗯 我想发给他 他没有他没有发给他 这能听懂也是吧 大概这个意思啊 这远程同学不知道好不好理解 可能不但好理解 因为他看不到我们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好那先我们管了啊 反正就是说in-level是什么 是自己分配的 二-level呢是别人分配的 in-level什么意思 数据包在进来的时候 应该使用这个标签 这样的话呢我才能看懂 你数据包在进来的时候 如果是这个标签 我能看懂吗 你是别人分配的 不我看不懂 那听懂我意思吧 数据包在进来的时候 应该用我自己分配的标签 数据包在出去的时候呢 应该使用别人分配的标签 这没问题吧 这个不是我现在这边特有的啊 将来你学到mpsvpn mps流行工程 这个部分都是一样的 它的in和out 代表的是数据包的走向 代表是数据包走向 ok 行了我这是讲废话了啊 我讲废话了 实际上呢应该是什么 应该这样看 还是这个看的束缚 这个呢就是本地分标签 我的远端邻居分配标签 真的看懂吧 没有问题吧 就是本地分标签 所以原来你这个看多清楚 所以说你还用这个命令说吧 ok那下面再继续 那分配标签的时候 刚才我们讲了 默认情况下 每个路由器为谁分配标签 是为FID表中间 每一条路由单独分配标签 对吧 那分配标签的时候 是从几开始的啊 说一下啊 so ampere 这边是LDP bounding 叫做local local 参数什么意思 就是全看本地分标签 邻居分标签 一概不看 如果说这个你还觉得 看的太多 我们可以怎么办 再加个in level 那这就是本地分标签 那但是我不知道 这条路由给分给谁 这条路由分给谁了 对吧 这个标签分给谁了 你不知道 好看一下啊 首先这个我们先暂时不看 这个先暂时不看 从其他的数字来看的话 是从几开始的 是从16开始吧 那这个呢 就要牵制到一个叫做 标签范围的概念 记一下啊 就是标签范围 level range的概念 标签范围的概念 什么意思啊 我给每条路由分配一个标签 那你取值范围是多少啊 对不对 好 默认呢 实际上呢我们一个标签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 是四个字节 四个byte 在四个字节中间 在四个字节中间 有 有什么呢 有20个比特 描述标签 四个字节中间 有20个比特 是描述标签的 那实际上 我们的标签范围 正常应该是 2的多少次方 2的20个比特 2的20次方 诶 怎么没画出来 2的20次方 对吧 应该2到20次方 但是呢 默认的标签范围是多少呢 默认的标签范围是从16到10万 默认的标签范围呢 是从16到10万 默认的标签范围从16到10万 那其中0到15 这16标签保留下来做其他用途 0到15是保留的 作为其他用途 比如说0代表显示空啊 3代表引擎空啊 1代表Alerta 等等等等 啊 之前不管它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出来了啊 怎么说 这个说ampers Level Range 说ampersLevel Range的话 你们能看到 半天是从16到多少 10万 对吧 默认是从16到10万 需要修改的话呢 通过这条命运修改 mpsLevel Range 就是500到599 500到599 500到599 等等等等 Go out, out of range show一下 show AmpsLDP bonding in local 啊不不不不缘 不缘 for in local 就是local in level in level 改了吗 没改 对没改就对了 我讲改了 那我就咋 stiлиck 好 这先不观察 MPS LDP Label Range 500的Y99 通常情况下我们建议 你改按以后会不会立即生效 刚才有没有生效 没有生效吧 我们瘦的时候发现根本就没有生效 对不对 改按以后如果想让它生效保存充气 可点没用的 要保存充气 保存充气 或者说呢 我看看这个可点行不行 No MPS IP 看行不行 No MPS IP 那show MPS LDP BUNDING 没了对吧 然后呢 MPS IP show MPS LDP BUNDING Local 好像生效了 出卡 in什么 in level 对吧 好想生效的 以前呢 我们都是讲 你要是让它生效的话呢 要保存充气 不能立即生效的 刚才我们那个呢 相当于是重启了MPS的进场 刚才我们那样子 相当于是重启了MPS的进场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建议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你去修改 一般情况下建议 在做实验的时候呢 去修改它 为什么呢 比如说你看我R5分配的标签 就是从500到599 全是5打头的 R1分配的都是1打头的 因为将来学习完以后 你能够判断出来 正常情况下 我在发送出去的时候 应该使用谁分配的标签 下去发送出去的时候 应该使用谁分配的标签 你是可以判断出来 那这时候呢 如果说是R2分配标签 那就是R2打头的 2XX 那这样的话呢 我一看 如果说你这个标签是3XX的 那就错了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错了 那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 我把R1分配的全是1打头 R2分配的全是2打头 R3分配全是3打头 将来在排错的时候 在做实验的时候 这样更方便一些 对吧 做实验的时候建议 但是呢 在实际环境中间 我们可能是不改的 就实际公共中间 我们可能是不改的 为什么不改 就是说 假使你改的这个范围太小了 比如说刚才 我把命令打错了 打算什么 Level Range 敲成这个命令了 叫做MPS Level Range 500 500 500到599 是不是 99 9和0是不是离得很近啊 9和0离得很近 对不对 表现敲错了 表现敲错以后 弄完MPS IP 再来个MPS IP 这时候你看看 哪些路由有标签 InLevel 它这个钱是什么 UNAZINE 看到没有 没有分配 正常情况应该是有一个标签的 不是挺安护 说MPS Level Range 这500到500了 对吧 他说下一次生效 说下一次生效 实际上是什么生效 实际上是 应该是生效的 对不对 应该是生效的 UNAZINE 应该有一个500的 500到500就是一个标签 我的意思就是什么 假使说你设置的这个范围小了 比如说你就算你设置500到599 一共就100个标签 假使说你的路由超过了100条 1000条 那只有100条路由可以有标签 其他路由没有标签 没标签 所以说这个很不好把控能听懂意思吗 所以说在实际功能内可能不去改它 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建议你改它 怎么让你去熟悉一下它的操作流程 你要去能够预判 这个标签应该是谁分配的 这个标签应该是谁分配的 你应该有预判 能听懂意思吗 所以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一般建议修改 一般建议修改 好嘞 Level range 500到599 然后 No MPS IP MPS IP 好 那这样的话呢 配置一个 啊 找到一个人 好 继续啊 继续 那这样我们配置一个标准的MPS 就是基本的五条命令就已经全出来了 我们把这五条命令给记一下啊 把这五条命令给记一下 第一条 IPCF MPS Level range 500到599 Level protocol LDP RTD RTD Lobacling force MPS IP CF 因为我们在MPS里面 它是为谁分配标签的 是为FIP表中间分配标签的 对吧 那FIP表怎么来的 有CF才有FIP表 有CF才有FIP表 所以说呢 你必须要开启CF才行 对吧 好 Level range呢 这是我们做实验中间建议大家用的 这样可以判断 你做的这个到底对不对 下面一个 Level protocol LDP 这条命令可以不敲了 在新的IOS中间 但是呢 我们敲到来 只是让大家了解 现在应该使用LDP 那听懂我意思吧 不要再使用TDP了 好 最后一个 MPS LDP RTD Lobacling False 这个呢 是什么 就是 使用一个RTD 对吧 那你的默认的 Transport IP Address地址 就跟RTD的地址是一样的 Lobacling口的地址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MPS IP 这条命令也是默认的 可以不敲 这条命令也是默认的 可以不敲 那个 这条命令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IP routing Firmlight switching 什么意思 IP routing什么意思 让你这台设备 全局有什么功能 有路由功能 如果弄了以后 所有的路由是不是都歇了 对吧 那formalization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让全局有什么功能 有做真通器交换机的功能 如果说你把它弄掉 你是不是没有来 那在我们这边也一样 MPS IP实际上也是默认存在的 如果说把你全局给弄掉 相当于你MPS还工作 LDB就不工作了 那听懂我意思是吧 不工作 就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说呢 我们打上 只是养成一个习惯 防止全局是node 只是告诉你 这条命令会影响你整个的一个套路 整个一套这个MPS的操作流程 只能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养成一个习惯 其他没什么 好 最后一个 再在接口下面敲一条命令 MPS IP 最后面再敲一个命令 MPS IP 最后面敲的目的是什么 启用协议对不对 启用协议 好 那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设备 每个设备都敲一遍 1.2.1.99 Level Protocol LDP LDP LUBA KINFORCE MPS IP 嗯 Level Range 200-2.99 Level Protocol LDP Level Protoco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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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S IP S1-0 S2-0 IPCF MPS Level Range 300-399 S2-0 实际上啊 在这个里面 有散掉命令是不需要敲的 对吧 那散掉 CF是不需要敲的 对吧 然后这个 这个不需要敲 对吧 然后MPS IP 是不需要敲的 这条呢 其实你实际功能中间也可以不敲 也就是说你实际功能中间可以敲的 就是这条 然后借口上面配一个这个 对不对 但是老大ROS 老大ROS 这条命令是必须得敲的 对吧 因为默认没开 所以说呢 你那你如果简化机命令的话 就是一条 两条 借口下MPS IP就行了 但是其他的命令呢 我们养成个习惯 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看就行 好 我把A1这块呢给弄掉 弄MPS IP MPS IP show MPS LDP LDP bounding local 都一打后了 行 行 好 继续讲一遍啊 默认情况下呢 默认情况下 我们这个路由器会为FIB表中间 每一条路由单独分配一个标签 对不对 详细的操作 我们后面再讲 先把最基本的讲一下 FIB表中间 每一条路由单独分配一个标签 然后呢 可以发给邻居 发给邻居以后 从各个邻居收来的标签 放入自己的LIB show Amperes LDP bounding Finding 这就是LIB 有本地分标签 还有邻居分标签 但是我有几个邻居 对于A1来说 有几个邻居 是不是5和2啊 2和5吧 都是他的邻居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有一些什么方 方法可以 有些什么方法可以 受的更 就是更简单一些 更简洁一些 因为实际工作方面 可能你的路由条目非常多 你怎么看 才能看得更清楚 对吧 好 show Amperes LDP bounding 比如说local 这就是本地分标签 local 本地分标签 show Amperes LDP bounding 本地分标签 你看一下就行 回去试一下 记到不一定非得记 记到不一定非得记 然后呢 我想看看 这个101这个标签 分配给哪条路由了 101 就是local lab 101分配给哪条路由了 对吧 将来呢 我的路由邻居呢 可能有很多 我想看看 某一个邻居 是怎么的 某一个邻居怎么的 LDP Bounding Neighbor Neighbor谁 2022 好 这个呢 就是 我这个邻居 分配标签 是什么 看到了吧 这个邻居 分标签是什么 好像有个remote Level 就说 201 分配给谁了 对吧 这个邻居 分配的这个标签 分配给 分配给哪条路由了 好 这个没问题 等完了以后 我想看看 对于 3.3.3.0 这条路由 那各个路由器 分配的标签是什么 看到 本路由器 分配的101 其他邻居 分配的是 510和201 看到了吧 所有路由器 给这条路由 分配标签是什么 这是以路由的方式来的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LIB 里面的操作 LIB里面 存放的是 本地分标签 以及我的邻居 分配的标签 没问题吧 有一些简化的说明令 可以查看 想怎么查看 怎么查看 对吧 想怎么查看 怎么查看 OK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